今天你解读的书是《罗马帝国的崛起》 那一般我们提到罗马帝国 可能马上会想到罗马历史上那些著名的皇帝 比如乌达维、尼路、卡里古拉等等 但其实呢 罗马在有皇帝之前的一百多年 就已经是一个帝国了 公元前146年 罗马灭亡了迦太基 洗劫了希腊半岛的许多城邦 彻底变成了地中海世界的霸主 达到了帝国扩张的一个高峰 这本《罗马帝国的崛起》 讲的就是罗马在公元前264年 到公元前146年 对外征服和扩张的历史 这本书的作者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 波利比亚 他生于公元前210年左右 刚好亲历了罗马帝国崛起中的 许多重大历史事件 波利比亚的家乡 是希腊北部的麦加洛波利斯 这个城邦当时属于亚盖比亚的家乡 是希腊也当过同盟的骑兵司令 罗马人为了控制希腊世界 曾经把希腊各地的精英作为人质 传唤到罗马 积压起来 波利比亚就是其中的一员 幸运的是 波利比亚结识了当时罗马著名的将军 小西比亚 并成为他的终身挚友 此后大段时间波利比亚都跟随小西比亚 南征北战 亲眼见证了他围攻和毁灭加泰基层的历史大事件 而今天要讲的这本《罗马帝国的崛起》 我采用的方式不是转述 罗马对外征服中的那些军事故事 因为波利比亚虽然详细记录了这些故事 但他自己却说 历史学家的任务并不能停留在记录具体事件 更有意义的工作是对这些重大的历史问题做出解释 那么在波利比亚的时代 最值得解释的历史问题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罗马这个小小的城邦 为什么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 崛起成为世界的霸主 当时人们对此有过很多不同的解释 有人赞美罗马人民坚毅的德性 有人强调罗马强大的军事力量 有人把原因归结于罗马源源不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 也有人认为 罗马纯粹就是受到了诸神的眷顾 总是在关键时刻交到好运 但是亲历罗马征服过程的波利比亚 他的答案与上面这些都不一样 他认为 罗马崛起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政体 准确的说 就是当时罗马独特的混合政体 用混合政体理论来解释罗马的崛起 正是这本书最精华的部分 波利比亚也凭借这种混合政体理论 奠定了在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下面我就通过三个问题来为你讲解这本书 第一个问题是 波利比亚所说的混合政体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 混合政体到底给罗马带来了什么优势 帮助他打败各个强劲的对手最终成为世界霸主 第三个问题是 这种混合政体学说对后来整个西方历史产生了什么影响 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西方政治又有哪些启发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什么是混合政体 要了解混合政体 你得先知道 不混合的政体 或者说单一的政体形式都有哪些 在古代政治思想家一般按照统治者的人数 把政体划分为三种 一个人统治的叫君主制 少数人统治的叫贵族制 多数人统治的叫民主制 但除此之外呢 人们发现还有一些国家 他们的政体非常特殊 这些国家可能有多个不同的人或者部门 各自掌握了一部分权力 共同进行统治 比如著名的斯巴达 国王 元老院 监察官 公民大会 都拥有一部分权力 对于这些国家 你很难说 它到底是君主制 贵族制 还是民主制 这个时候呢 思想家就发明了 混合政体 这个概念 认为有一些国家 是两种或者三种政体的混合 虽然混合政体 这个概念 最开始不是波里比亚提出的 希腊先哲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很早就讨论过这个问题 但波里比亚是第一个将这种理论引入罗马 用它来解释罗马政治实践的人 波里比亚认为 罗马在走向崛起的那个阶段 就属于混合政体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时期 罗马的军政大权 主要掌握在三个部门手中 分别是执政官 元老院和人民 先来看执政官 罗马设置了两位执政官 他们地位崇高 其他所有官员 都是他们的下属 必须表示服从 他们负责执行元老院的决议 负责召集公民大会 负责提出具体措施 来执行人民的命令 涉及军事问题时 他们可以按照需要 从国库提取金钱 并自主开支 有关战争的准备 以及战场上的指挥 他们的权利几乎是绝对的 他们还可以向同盟者提出 自己认为适当的要求 指定军团长官和财务官等等 有人说 执政官的职位 相当于今天的总统 兼国防部长兼总参谋长 再加上前线总指挥 执政官的权力可够大了 再来看元老院 罗马这个国家 它的全名翻译过来 就是罗马元老院和人民 你看元老院的地位多么显赫 它是一个由贵族组成的机构 首先控制着国库 规定各项收支 除了财政大权 元老院最显赫的地方是外交领域 它负责审理 裁决不同共同体之间的纠纷 接待外国使节 并对外国使节提出的问题和请求 做出答复 此外 由元老院派出的使节 有权处理罗马与其他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 可以说 罗马几乎所有的事物都处在元老院的监督之下 最后来看人民 人民的权力包括授予荣誉和进行惩罚 选举和任命官员 还有审理重大案件 人民有权批准或者拒绝批准法律 最重要的是 他们可以就战争与购合问题进行讨论 并做出决定 这么看来 罗马国家的主权是掌握在人民手中的 所以用玻璃比亚的话说 如果我们把眼光紧紧盯在执政官的权力上 那罗马政体给人的印象可能是彻底的君主制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元老院上 他似乎又像贵族制 如果我们关注人民的权力 他好像是再明显不过的民主制 于是更恰当的做法 就是将这种政体定义为混合政体 而且这种混合性不仅体现在三种权力的划分 更体现在他们之间的相互配合与相互制约 比如在执政官与元老院之间 执政官虽然是最高的军政长官 但他们离不开元老院与人民的支持 元老院负责为军队提供补给 而且决定执政官在任期期满之后的去向 还决定是否为执政官举行罗马人最为看重的凯旋庆祝一事 在人民与执政官之间 人民会畏惧执政官 因为执政官是军事统帅 作为士兵的人民要在执政官的手下服役 但反过来呢 执政官也会畏惧人民 因为人民可以决定是否继续进行战争 以及批准条约 执政官在离任时必须向人民述职 而且还要接受审计 那元老院和人民之间呢 元老院必须尊重人民 因为人民审判死刑案件 人民可以通过法律改变元老院成员的构成和权力 人民选出的保民官还可以否决元老院的决议 反过来 元老院控制着公共建筑的修建与维修工程 还享有商业诉讼的裁判权 所以人民为了获得工程上的利益 也会畏惧元老院的权利 从玻利比亚的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 他发扬和改造了古希腊的混合政体思想 用它来解释罗马的政体 好 小结一下 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的罗马 是一种混合政体 它不同于任何单一的君主制 贵族制或民主制 相反 执政官 元老院 人民各自掌握一部分权力 他们之间相互支持 相互配合 又相互制约 形成了一种非常复杂的权力结构 现在你已经了解了 罗马的混合政体是什么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这种混合政体到底有什么优势 是怎样帮助罗马崛起的 我可以先把结论告诉你 伯利比亚认为 罗马混合政体的制度优势 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第一 混合政体 让罗马跳出了政体蜕变的历史循环 第二 混合政体调动和释放了 罗马各个阶层 对外征服的野心与积极性 这两个制度优势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先说第一个 混合政体 让罗马跳出了政体蜕变的历史循环 什么是政体蜕变的历史循环 这两个制度优势 我们以 波利比亚为了解释混合政体的优势 创造出了一种政体循环理论 简单来说 就是政体的产生和更替 不是随机性偶然性的 而是遵循一个闭合的循环规律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循环规律是怎么回事 波利比亚认为 人类社会一开始的时候 就像其他动物一样 掌握统治权的都是群体中最勇敢 或者最有力量的人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社会中开始形成稳固的合作关系 与情感联系 产生了正义与非正义等道德观念 这个时候呢 理性开始取代勇敢和力量 成为社会的支配原则 于是统治者就变成了那个最具有理性 能进行公正裁断的人 这就是君主制的产生过程 早期的君主都比较善良和节制 到后来却越来越关注个人的利益 不关心他的臣民 这个时候啊 君主制就蜕变为自己的反面 暴君制 少数一些高贵而勇敢的人 不甘心忍受暴君的统治 他们在民众的支持下 推翻了暴政 由自己来行使权利 这就是贵族制的产生 这些贵族一开始还能够按照正义与理性 来进行统治 但后来也开始滥用权力 这个时候贵族制就走向了他的反面 寡头制 民众无法忍受寡头的统治 将其推翻 然后决定由自己来进行统治 这就是民主制的产生 掌握权力的民众 一开始还会遵纪守法 但后来民众也会腐化堕落 并且受到一些野心家的诱惑 最终蜕变为无法无天的暴民制 国家走向混乱 内战 并最终解体 这就回到了君主制产生之前的状态 这个时候 人们所能期待的 就是重新建立君主制 你看一个新的循环就开启了 君主制 贵族制 民主制 这三种好的政体 与他们自己的反面构成了一个闭合的循环 这就是政体循环理论 那为什么政体会这样不断循环呢 波利比亚认为 根本原因在于人性的缺陷 由于人在缺乏外在约束的情况下 就会走向无法无天 那么每个单一的政体 不管它是君主制 贵族制 还是民主制 就都无法长久维持 还是会慢慢走向自己的反面 在古希腊时代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也谈到过政体的腐化堕落 以及一种政体 像另一种政体的演变这件事 但他们都没有像玻利比亚一样 提出这样一个完整的政体循环理论 玻利比亚的雄心 是要用政体循环的视角 对于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 做出带有普遍性的解释 他也举了很多例子 比如马其顿的发展演变 来佐证自己的理论 玻利比亚认为 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文明 现在都可以被整合到 同一种规律的支配下 而且这种循环理论 还有很强的操作性 可以对照这个规律 判断一个国家 处在演变链条的哪个位置 从而预测它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说到这里 你可能会纳闷 既然每个国家都会受到 政体循环的规律支配 那么混合政体 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啊 有规律就会有例外 在玻利比亚看来 混合政体 就是政体循环规律中的例外 当政体循环发展到某个阶段时 因为人为的设计 或者偶然的因素 混合政体出现了 接下来 政体的演变 没有按照一般情况发展 而是出现了一次停滞 从而极大的延缓了 它走向衰落的立场 注意啊 混合政体 并不能完全跳出 政体循环规律 它总有一天也会解体 只不过这个过程所用的时间 比一般政体要长一些 混合政体的这种优势 是怎么发挥出来的呢 简单来说 就是它把三种单一政体 各自具有的优势和特点 结合在了一起 同时又通过内部的相互制约 避免了执政官 元老院和人民 逾越自己的界限 每一方的权利 都受到对立一方的钳制 任何时候都不是某一方 偏向或超越另一方 由于权利钳制原则的作用 政体得以长期处于和谐 平衡的状态 历久而不衰 就这样 混合政体让罗马 延缓了走向衰败的速度 从而能够维持 较长时间的稳定与繁荣 这是混合政体的第一个优势 或者说 这是混合政体的共性 但要用混合政体 来解释罗马的崛起 还必须注意到 罗马混合政体的独特性 毕竟 罗马并不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混合政体 斯巴达 克里特 甚至是当时的加太基 在波利比亚看来 都属于混合政体 但是 由于各自混合的成分与比例的有所不同 它们之间又存在区别 有的混合政体 比如斯巴达 贵族制的成分更多一些 它们侧重于内部的稳定与和谐 斯巴达人更多体现出节制的精神 而不是一味的追求扩张与荣誉 它的军事力量维持国家的独立自主 绰绰有余 却无法帮助它去称霸希腊世界 更不要说走出希腊世界以外了 有的混合政体 比如加太基 民主制的成分更多一些 人民的影响力开始压倒其他两个部分 国家大事是由喜怒无常的群众所决定的 比如 他们起先担心汉尼拔的军功太高 将来无法制约 所以有意的减少对他的补助 而且 这些贪生怕死的群众 自己不愿意当兵 加太基的主要军队 都是花钱买来的雇佣军 这制约了加太基的扩张 所以 斯巴达和加太基的混合政体 只能让他们维持内部的和谐 和国家的独立自主 并没有罗马的混合政体 这么适合对外扩张 罗马的混合政体 在君主 贵族和人民三个部分之间 建立了比较好的平衡关系 三个部分相互支撑 没有偏向于哪一方 他可以对任何突发形式 做出快速反应 当遭遇重大危机时 三个部分能够通力合作 一致对外 当准备军事扩张的时候 三个部分又可以发挥 各自独特的作用 执政官是国家的统帅 被授予完全的军事权利 和高效的行政权利 保证了军队的领导力 元老院是智慧的象征 保证了重大军事决策的合理性 执政官和元老院 受到荣誉精神的激励 渴望在战争中建功立业 人民是军队的组成者 他们可以参与政治和制定法律 也就能够有效的分配 在军事扩张中获得的巨大利益 所以军主贵族和人民三个部分 就被积极的调动起来 为了共同的扩张事业而服务 各取所需 好了 简单总结一下 这部分我们讲了 玻璃比亚的政体循环理论 每一种单一的政体 都会蜕变为自己的反面 从而形成一个闭合的循环 混合政体在一定程度上 延缓了这种趋势 从而保证了国家在一段时间内的稳定 罗马不仅具有混合政体的一般优势 还具有一些非常适合扩张的独特优势 这些共同决定了罗马帝国的崛起 理解了混合政体 为什么是罗马崛起的原因 我们再来看看 这种混合政体学说 对后来整个西方历史产生了什么影响 混合政体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西方政治 又有哪些启发 上面说过 混合政体学说本身很古老 并不是玻璃比亚发明的 但是在玻璃比亚之前 混合政体并不是人们追求的最高目标 比如柏拉图有自己的理想国 那是一种哲学王的统治 里面没有什么混合 亚里士多德与他类似 也认为最好的政体 是由德性高贵的人来统治的 在他们那里 混合政体不过是一种较低的目标 他们的建议是 把现实中常见的寡头制与民主制混合在一起 这样就能建立一种比较公平和稳定的政体 玻璃比亚却彻底颠倒了这种排列顺序 他说 如果我们进行一场各种政体之间的比赛 那么混合政体才是最优越的政体 于是混合政体学说 从一种较为边缘的理论变成了政体学说的中心 而且 玻璃比亚的混合政体学说不是一种空虚的思想游戏 而是基于他在罗马的长期生活 基于他同罗马上层人士的交往 而从罗马人活生生的制度实践中总结提炼得来的 罗马人是一个重实践轻理论的民族 他们征服了世界 却没有提出有理论意义的解释 希腊人玻璃比亚替他们完成了这个任务 后来的西塞罗就非常推崇玻璃比亚 西塞罗明确宣布 混合政体是所有政体中最好的 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的罗马 是混合政体的典范 当然 玻璃比亚并没有一味的称颂罗马 他既赞扬罗马政体的伟大 也超越了罗马国家的立场 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 预测了罗马混合政体的未来趋势 后来的历史发展也印证了他的判断 罗马在解除了外部威胁登上霸主之后 就陷入了严重的内乱 混合政体最终在公元前27年瓦解 罗马开始进入地质 不过 罗马的混合政体在制度上虽然瓦解了 但是玻璃比亚的思想却延续了下来 通过西塞罗等人的发扬光大 混合政体成为西方政治思想的最重要主题之一 穿越中世纪一直延续到现代延续到今天 通过我们刚才的解读 你可能也联想到了 混合政体思想跟现代西方的分权制衡理论 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是的 玻璃比亚的混合政体思想就是分权制衡原则的重要理论渊源 它也直接影响了后来法国思想家 孟德斯鳩的三权分立学说和美国宪法的制定 今天世界上西方国家的代表政体并不是纯粹的民主制 他们仍然属于混合政体 无论英国日本这种议会君主制国家 美国这种总统制国家 德国意大利这种议会内阁制国家 还是俄罗斯法国这种半总统制国家 他们都属于混合政体 如果不了解混合政体思想的原则 就很难看透这些国家的制度优劣 这里可以以美国为例 美国政体的标签一般是总统制 或者也可以笼统的归为民主制 其实这些标签都不准确 说美国是民主制 但是它的人民并不像历史上的 罗马和希腊这些城邦的人民 可以直接参与公民大会 制定和通过法律 美国人只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各种公职人员 总统 众议员 参议员 州长 地方法官等 来进行统治 说美国是总统制 的确美国的总统权力极大 既是国家元首 又是政府的行政首脑 也是三军总司令 而且无需对立法机构负责 但是美国的国会 参议院和众议院也享有巨大的权力 所有的法律都是由国会来制定和通过的 政府的财政预算掌握在国会手中 总统与外国缔结的条约 政府重要官员的任职 都需要国会的批准 国会还可以监督甚至弹劾总统 你看说美国是民主制或总统制都不合适 准确说法就是混合制 最能体现美国混合政体特征的机构 是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 是由总统提名 参议院通过任命的 而且他们是终身任职的 除了宪法之外 他们不对任何人或者机构负责 他们可以裁判任何一项法律违反宪法 从而判定他无效 他们的裁判一旦做出 当事人就没有继续上诉的途径了 这样一个组织啊 可以说没有一点民主制的色彩 有学者就指出 美国的最高法院 是一种典型的贵族制机构 代表了少数精英的统治 那美国为什么能形成这样独特的政体呢 很大原因 就是当时制定宪法的美国国父们 非常推崇古代罗马的混合政体 美国参议院 Senate这个名词 就是来自于罗马元老院的拉丁文 麦迪逊 汉密尔顿等人撰写联邦党人文集 解释了美国的宪法精神 当时这些撰稿的联邦党人 所用的笔名 普布利乌斯 指的就是罗马将军大西比亚 所以只有理解了 玻利比亚的混合政体思想 才能真正把握美国政体的本质 好 到这里啊 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就为你解读完了 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看一看这期音频的知识要点都有哪些 第一 玻利比亚这个亲历罗马崛起时代的历史学家 以第一手观察的视角和素材 记录了罗马在公元前264年到公元前146年 对外征服和扩张的历史 但单纯的记录事件并不是玻利比亚所追求的 找到事件背后的原因才是 这本罗马帝国的崛起最核心的精髓 就是用混合政体来解释罗马崛起和称霸世界的原因 玻利比亚认为 罗马在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的政体形式 是典型的混合政体 执政官 元老院和人民各自掌握一部分权力 他们之间相互支持 相互配合 又相互制约 形成了一种非常复杂的权力结构 第二 玻利比亚创造出了一种完整的政体循环理论 来进一步解释混合政体的制度优势 认为每种单一的政体形式 都会蜕变为自己的反面 以此更替 形成一个闭合的循环 而混合政体能够做到 在一定程度上延缓这种趋势 从而保持了国家在较长时间内的稳定 罗马不仅具有混合政体的一般优势 还具有一些非常适合扩张的独特优势 所以玻利比亚说 是罗马独特的混合政体决定了它的崛起 第三 玻利比亚的混合政体思想一直延续下来 影响了现代西方政治的分权制衡原则 这也奠定了这本书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好 本期音频的知识要点就给你总结完了 最后 我想跳出这本书 谈谈我对玻利比亚这个人的一点看法 玻利比亚尤其触动我的 是他的人生智慧 玻利比亚作为一个希腊人非常热爱希腊 在那个时代 很多希腊人都看不起罗马的崛起 他们不愿承认正是罗马的伟大 宁愿把它归功于偶然因素 但玻利比亚并没有这样 他被扣押成为罗马的人质 是他人生中一件不幸的事 但他却能凭借自己的才华 赢得罗马贵族的尊重与认可 还善用这一点 积极为自己的希腊同胞争取利益 最显而易见的一点是 他用希腊人发明的正体理论 解释罗马的崛起 这赢得了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尊重 所以除了玻利比亚的思想 他的人生智慧同样值得我们学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